麗斯契頓酒店 今天在半空中飲茶 這裡是萬豪酒店旗下30品牌之一的麗斯契頓酒店 位於香港最高及唯一超過100層的香港建築物 環球貿易廣場 是現時世界第13高的摩天大廈 剛起好的時候排第四 華南雞是最高 麗斯契頓酒店位處3至9樓和最高的17層 最高的樓層是118樓 今天飲茶是102樓的中菜廳天龍獻 由於我和朋友住的地點 西鐵線比較方便 所以我選了港鐵的俄士甸站等 俄士甸站B5出口向環球貿易廣場方向走 也是現在看到的element 圓方商場的方向 因為圓方商場在環球貿易廣場的下面 否則正常選九龍站會比較近 因為環球貿易廣場就是九龍站的上蓋 是酒店的Lobby 坐電梯會直到103樓的Reception Lobby 坐的是高速電梯 沖上103樓 沖到大概接近100樓的時候 就有坐飛機時有耳朵倒塞的感覺 上到103樓的Reception Lobby 房間Check-in在這層 可以從這層看回到102樓天龍軒的環境 天龍軒位於102樓是全球最高的中菜廳 不止樓層高樓底都很高 用103樓兩層樓作為樓底的高度 之後就會坐回扶手電梯落一層 落回102樓去到天龍軒 天龍軒是12點開 我就預約了12點 多數人來這裡喝茶吃飯都是為了景而來 我為了坐窗邊座位 我就早過一個月預訂 這個米芝蓮兩星級食府 上一次來是三年前 童仔和媳婦來吃飯 就吃了Set Lunch 今次就上來喝茶試試點心 今次來天氣非常之好 上一次來就煙雨迷蒙 就可以感受一下兩次不同天氣的感覺 說到景色方面就真的無得輸無敵 嗯 真的要走近窗邊拍下美景 有大海在岳的下肢感 近看可以看到油麻地避風塘 和西九龍 跟著荔枝角荔景 荃灣 再過一些青衣 還有一個很美的名字就是南北勒海峽 好了 除了美景之外 當然是美食 蝦餃燒賣 就是飲茶 不少了 先來講一下蝦餃 正正常常的 整隻都是蝦的 唯獨是餡料沒有那麼多汁 到燒賣了 這個叫龍鳳燒賣 龍就放了一隻大蝦在燒賣面 鳳就是一粒大帶子 大蝦和帶子的質素都是不錯的 而那粒燒賣的身 都是正正常常都算不錯的 再來就是吉品鮑魚酥 鮑魚都挺軟 另外就上了小碟的鮑魚汁 加上鮑魚汁就會更好吃 至於下面的酥撻 我就有而不是鬆脆酥化那隻 是太過化 化到軟身 是沒有了酥的效果 反而是我之前介紹過的西九文化區的喜宮館 和大埔白露湖的鮑魚酥 我印象深很多 再下一個就是牛肝菌水蒸葛 這個可以說牛肝菌應有的味道 就一點都吃不到 吃完之後是一點印象都沒有留下 又再來下一個就是蕃茄乾聖斑燒賣 這個感覺也是差不多 西班牙黑豚肉叉燒 是天龍軒的招牌菜 但是要早日預訂 我們沒有訂到 就退而求其次 也很想嘗嘗它的桂花蜜汁叉燒 就叫了半份 這份叉燒的確給了驚喜我們 以天龍軒給我們的環境和樓底的空間感 148元這四件叉燒 就一點都不貴 叉燒的味道是蜜甜甘香鬆軟有肉汁 到最後一個就是這個蕃茄乾褲竹餅 幹嘛我今天這麼喜歡叫蕃茄乾的呢 這個拿起來的感覺就很便宜 價貨 用的油也都好千年油炸到好老 樣子更老過我真的不行 加上餡料就好像用了些茄糕開了醬料般的東西 後來我們和適應反應 結果這個點心就沒有計算到入單裡 到最後呢 原來每人有一份甜品奉送的 那樣子甘露 就好足料都非常之不錯 那塊曲奇就不太好吃了 現在來總結一下這一餐 吃貴東西吃環境吃名氣 值不值呢就見仁見智了 或者說人一世物一世能力給到的話都享受一下 我就勤力努力超過半個世紀 到晚年這個時候就已經沒什麼所求 只是想嘆一下 辛苦找來自在吃 好了現在來看看張單先 牛肝菌水晶角是82元 龍鳳燒賣是83元 番茄干星斑燒賣是82元 筍尖鮮蝦餃是128元 鮑魚酥每個是168元 三個是504元 桂花物質叉燒半份是148元 茶位是52元 一位三位是156元 加起來是1306元 再加一是1436.6元 最後就以天龍軒這條好夢幻 好打卡特寶的走廊作結尾 如果想得到長期的享受 就必先預早先有長期的努力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私生活 連訂閱旁邊的鐘仔都按 就會收到我最新吃喝玩樂的介紹影片 拍片也是一種努力 覺得我拍得不錯的不妨給個Like 鼓勵一下 拜拜